如果此时坐在黄明浩身边的是杨幂而不是孟佳 他肯定不会赶发这么大的火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套就是上了一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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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黄明浩参加了一档竞技类综艺 带着70型的高分 一举成为队内内侧的夺冠人选 对此黄明浩也是信心满满 因为在录制之前 他就和同样有着高排名的杨幂私下结盟 可等到录制的那一天 为了游戏公平 两人被迫分开组队 虽然是出突然 但是黄明浩丝毫不慌 毕竟实力就白在那里 在队内练习的时候 教练为他们定制了一个高爆发阵容 在坐上座椅时 黄明浩还是十分的放松 但接下来的一波操作 黄明浩直接慌了神 明明是保密的训练 但对面的每一个金融英雄 都是他们的拿手阵容 什么意思啊 搬对了 搬到对面脸上 搬对了 搬脸上了 原来队友孟佳在训练时忘记关掉战绩 于是对方很好的就推测出他们的策略 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虫 但没想到更之稀的还在后面 明明制定好了策略 但是开始后 张一凡先是不管不顾的送人头 随着水晶被推 黄明浩的心态也一气崩了 到了队内复盘 黄明浩还是对被禁掉的英雄 耿耿于怀 此时队内没有一个人承认 但是摄影师却给了孟佳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 可他却没有打算承认 顾左右而言他 播出后不少网友说他有家暴倾向 输不起脾气不好 其实并非如此 队内制定的计划 就是把胜算全部压在他身上 出现机密泄露 他的压力就会更大 且在他出现的其他综艺 都是好脾气搞气氛的那一个 这次的爆发只能说明 他很看重自己在意的东西 那一刻女孩抱起的不是李雪芹 而是他反复被践踏的自尊心 2021年李雪芹挑战自我 拍了一组辣妹写真 当照片被公布的那一刻 网上铺天盖地 都是对他身材的攻击 虽然这些话他总能看到 但是乐观的李雪芹并不是完全无所谓 因为他曾说过 但凡自己能正常一点 长得好看一点 他都不去上北大 可以看出他在外貌上受到过很大的伤害 甚至曾经最亲近的男友都会说 你就问他说 那我要受到多少斤 你才能抱我呢 他说 我真的抱不动你 你咋的 你也得受到100斤吧 100斤我就抱你 也是从那一刻 李雪芹把减肥当成了人生信条 可是不管他怎么努力 体重总是和他过不去 以至于到最后 他都害怕拥抱 直到参加了桃花物 一个大腿和他胳膊一样粗的女孩子 把他高高聚起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心 你真的帮我抱起来 我有力气的 你也太有劲了吧 每见到一个人都要和对方分享 他能帮我抱起来 他能帮我抱起来 于是在接下来的环节 他高高的站在石头上 向女孩说出感谢 那是你大概小月三年级之后 第一次体会到双脚离地 在别人怀里腾空的感觉 谢谢你陈瑜 我心里有一块曾经枯萎过的地方 今天因为你又发了一颗小小的牙 因为在此之前 李雪芹只要参加考验体力的游戏 考虑的都不是游戏的输赢 而是思索选择的搭档 能不能承担他的重量 不过他的小心翼翼 在王赫蒂这里也得到了照顾 每被王赫蒂拉起来一次 李雪芹的笑容就更灿烂一些 五大镜都说 连自己的女朋友都抱不起来 不是女生太胖 而是对方太弱了 当然能了你很轻啊 我轻什么呀 我前男友他就抱不动我 那你前男友好肉小啊 除了李雪芹 像热巴这样的大美女 也曾遭受这样的困扰 和他搭新的男演员 不止一次的吐槽他的体重 所以每次在拍摄公主抱的戏份 热巴都要提前给对方打招呼 说自己很重 直到热巴遇见黄景瑜和吴磊 单手抱他一点都不吃力 那一刻他的心也是被治愈了吧 王祖兰虽然赢得了比赛 但却输掉了人品 在某期跑男中 导演组设置了特殊的游戏环节 让跑男嘉宾带着粉丝去饭店用餐 谁花的钱多 不仅会输掉比赛 还要承担所有人的获食费 为了赢 几位成员是各显神通 有点一两个菜 让十几个人吃的 有提议让吃泡面的 还有去后厨帮忙 换取食材的 而郑凯和王祖兰就是两个极端 王祖兰选择让全部人都看着 实在饿得不行 就到其他桌仓两口 郑凯则十分大方 专门点好的贵的 就怕粉丝吃不饱 在招待自己粉丝的同时 郑凯也没忘了其他人 把自己点的吃的分给其他桌 拿到吃的 王祖兰毫不客气 招呼着就吃了起来 但是要花钱 他还是不愿意 明知道会输 郑凯还是愿意这么做 是因为这些粉丝 是跟着他们做了一天的体力游戏 不是下海 就是蹦跳 已经累得不行 如果这一时还为了赢 让他们饿肚子 怎么都不太好意思 于是郑凯就大齐的请客 虽然他输掉了比赛 但是却赢在了人品